我说多年来 这个姐妹对她说 多年来我对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我不明白 我如何回应 看伊恩老师丽娜老师怎么讲 可能姐妹比较了解 我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姐妹如果她来直接问我 我就会觉得 哇这么坦诚的姐妹是很难得了 那我可能会问她说 你没有觉得我信任你 那到底我做了什么 让你感觉到 我没有信任你可以让我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你如何会直接问她 问当事人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信任了 但是互相信任 确实每个人对信任的理解和感受 可能不太一样 你觉得你很信任对方 但对方并没有感受到 也许他是经历了某一件事情 或者你不经意的一些的表达 所以我觉得你直接跟她去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 让你这样的感觉 说出来大家就可以互相的去沟通一下 我是觉得如何反应 就直接去问那个当事人 问问她的感受 那直接先跟她道歉 对不起我可能没有 没有就是不想信任 但是有可能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沟通 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直接问她 宜令老师你 请您来 对很认同 很认同 对 那同时间在问的时候 要学习聆听 不要去defensive 是 要完全积极的聆听 然后也像Lina老师说 也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如果对方是这样感受的话 很抱歉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可是我想听你 为什么觉得我不信任 让我能够更进一步的 能够敏锐的去怎么注意到 我应该改变的地方 要聆听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讲了 这个信任基本上是一个 成熟生命的彰显 那圣灵的果子的杰出 所以一个信任他人的人 通常是很happy的 很joyful 很peaceful的 OK 而脸上的笑容满面的 那你的这个言语行为 可以表达出 你对他信任不信任 所以你假如皱着眉 然后整天有点 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然后整天紧紧张张的 那人家就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 有个字其实很好 叫lay back 英文这个字叫lay back 哎呀没关系了 什么事都没有关系 那我有点像这样的人 哎呀没有关系 你办事我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 OK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说overward 就可能有些人的个性 不太一样 所以lay back 其实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 把我们卡住了 害得我们每天都很紧张 OK 那很紧张的话 很多这种不好的这个副作用都出来了 不要紧张 如果都是靠神 没什么好紧张 OK 即使死了 还是上天堂 也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整个的事情就不是说这么可怕 不是那么可怕 天不会塌下来的 不会马上又出人命的 不会那么可怕 OK 然后世界上的钱不重要的 所以你这些都堆掉了以后 所以主耶稣叫他舍己 那都跌掉了以后 你就很lay back了 很relax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很lay back 就很relax 大家就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 很好 值得信任 就这样而已